我請老委會主委 請潘主委 還有經濟部次長 經濟部都次長 主委好 主委 我看我們台灣現在實在是很矛盾 有一點精神錯亂 一方面想經濟要發展 一方面要發展跨國的企業 一方面要人才多元化 我們在醫學的角度看 一個族群裡一個小小的地方 都封閉 都近親結婚 血統越來越疼愛 對天敵的抵抗力是越來越差 對環境的抵抗力越來越差 這個種族有一點魅亡 我們以前是雞子雜雜交 他的存活力抗病力代強 台灣也是一樣 幾百六百台灣有歷史 六百年來 就是一下河南人 一下西班牙人 一下日本人 一下中國大陸說外來政權 都在立刻 台灣今天用是怎麼用的 我們現在怎麼越來越講 越走回頭路 常常要把台灣熟悉熟調 我覺得很奇怪 中國大陸不是人嗎? 其他人才是人 為什麼要怕成這個樣子? 大家沒有信心嘛 趁港說台北安裝 還希望台北安裝來得最可 奇怪要賺人的錢 今年又怕人來 希望大陸客多一點進來 最好今年能夠三百萬四百萬 要賺人家錢 然後又 雞雞歪歪歪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是 的確是應該走開放的道路去看 長期來看的話 對台灣是比較有利的 你說一年有兩百多個大陸人滯留在這裡嗎? 剛剛是活動的 有 報告有提到 那有滯留在這邊 滯留不歸 或者是逃跑的有嗎? 這些白領的 這個移民署 他們比較了解 這不算時間 我們委員報告一下 以跨國企業外商的這一部分是沒有 沒有我問說大陸來這邊你說一年兩百多個 有人滯留不回 也沒有啦 我們遭到家庭離開 那個部分是有 那個專業交流的那部分 還有探親的部分是有啦 有滯留的 有幾個? 兩千三百位 就是用這個專案進來 不是,用這個專案是零 沒有 零? 我要問這個你就怎麼 你怎麼亂說啊 你現在在說這些白領 今天要說的是這些白領 什麼專業啦 什麼經理啦 專技啦 負責人 這要來的 有 逃跑的嗎? 有 有 有 沒有 有 你說 沒有 沒有 那這十年來 進來的六千多人是嗎? 對 啊有 也 逃跑率 也是幾乎是零嗎? 零 是零 好 那所以 欸 主委 你覺得呢 你是一個主管 我如果檀麥看到我們賓棚 我中賊那 差不多就業復戰 兩千多個在領私業救濟金 屏東就業復戰 兩千多個在領私業救濟金 都在那裡啦 環環負負負都是那些人 八十%都不變啦 翻來覆去翻來覆去 都是那些人在領啦 那些企業的那個負責人 蓋到要死了 現在要去就業 就大客氣 欸老闆你給我簽一下 說我不會職業 說你不來的 就要去跟他們領六個月 這個你們要管一管啦 好不好 是 這個你要加強訓練 讓一技之長 天天 就想想想要領事業救濟金 要按規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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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規定做 在那裡領啊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自己勞工 自己本身要加強 給他訓練 給他有信心 給他有個人拚 不是每天都要來 驚人來 驚人來唱 自己沒有裁刀嘛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保護本國勞工的同時 要讓本國勞工 本身也要有自信 本身要一技之長 這個很重要 是 那再來我請次長 主委喔 你有沒有聽過三星要滅台 你有聽過嗎 呃有一個雜誌上有報導 做一個專欄有報導 不過三星這個program 好像是真的有在執行啦 齁 我想每一個企業都有他的發展策略 由他的市場的競爭對手的 呃 對付企業競爭對手的策略 這個都可以想像到 應該不只三星 大部分的企業都有 因為他要把台積電滅掉 把鴻海滅掉 把宏達電等等都滅掉 齁 那也有正式在他們的公司 在形成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政策 啊我想三星 大家都看很多也是 主要我們台灣的經濟規模 差不多 差不多韓國的一半不夠啦 一半不到齁 是 啊台灣我是 我也是很 跟在野黨很有這種理想性 就是說 台灣齁 將來都沒有何能 都好山好水 然後大家都很很乾淨 然後大家都沒有頭路 大家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啊哪一台不知道要怎樣呢 啊 一些IT產業也沒有了 啊 生技產業也怕地怕那 高科技一台 中科士一台 台灣都沒有在運台 啊到底台灣是要發展什麼 你經濟規模 你跟我說一下 我超煩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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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競爭力三個角度上去尋求一個比較適合的一個平衡發展環境 台積電去年用了多少電 他清竹廠 台中廠跟南科廠 我給他算起來好像用了差不多36億度電 我抱歉我手邊沒有詳細的數據 36億度啦 差不多合一場的一個爐子 那兩個爐子 一個爐子發出來的電 差不多台積電一間就用了 他一年用電量30億元 還要40億 今年可能會這麼多 那個都是高耗能的 因為外界都 我們都支持台積電做節電啦 台積電的節電的比例也非常高 但是 呃 台積電也不斷地在台灣持續的投資 包括了在南科 包括了在中科 他都有新的晶圓廠的投資 那麼 事實上台積電他的單位生產用電是 下降的比例非常高 但是他的總用電量 未來看起來還是會成長 韓國哦 他現在要滅台 我很煩惱 韓國現在有11個核能電廠正在蓋 他正在使用中的不要講 正在蓋的11座 欸我沒有看到韓國什麼 唱歌的啦 跳舞的啦 模特兒 都在這裡說 在抗爭啦 厚達都比專家啦 好像沒有看到 一個都沒有呢 韓國人都笑 韓國人都白痴 韓國人全世界最會抗爭的就是韓國人啊 他們一直在猛蓋 台灣將來什麼核能電廠都沒有 結果我們旁邊的韓國、日本、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蓋的24座 24座核能電廠正在蓋 越南也在蓋 日本安倍首相說他們還是要在蓋 蓋更安全的、更品質、更好的核能電廠 韓國不用說啦 我給他算一算 如果台灣是核一、核二、核三全部會掉 核四也不做 我想我們再過十年左右 我們的經濟規模才會剩下韓國的四分之一啦 四分之一 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韓國因為它現在的核電廠會持續的比例會增加 預期增加接近到百分之五十 那未來在國際貿易的競爭 大家會考慮到到底每一個產品 它的碳足跡的量是多少 如果我們四個核電廠都沒有 而韓國的核電廠的百分比 提高到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我們的碳足跡會將來會變成韓國的兩倍 所以我們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上 有可能因為這一項呢 我們的競爭力就被大幅度的削弱 那所以台灣將來可能會完蛋啦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其他國家在採購的時候 考慮到我們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例比較高 所以它會優先採購二氧化碳排放少的產品 所以可以預期就是說 十年十五年後 台灣的IT產業也沒了 生技產業也偷偷偷 不知道要做什麼 傳統附加高加的產業 傳統有這個說附加價值很大的產業 台灣可以存活 提高附加價值比例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包括製造業跟傳統 服務業跟傳統產業的部分都要做 但是可能將來我們的產業配比還是要有一定的一個 一個穩定的配比 不可能集中在某一個部分 那集中部分有可能會有就業的問題產生 因為有些人可能適合做假工作不適合做乙工作 我們在黨在講說要廢核 然後店家要動漲 你想可不可能 因為最近我在幫我們 屏東那邊的 蟬蓋在那邊重店嘛 或者是宜溫重店 我在幫他們輔導啊 跟經濟部啊 跟台電在那邊 協調的時候 他們都希望台電跟他收購的價錢是每一度8塊錢 7.3、7.5 看看他的成本嘛 台電可以算 但是總共希望要有7塊7塊半以上 我說一桌5塊6啦 我不會划 他說5塊6就不會做你啦 所以 我們現在的店 才從2塊6漲到2塊9 整個台灣大家剛才有幾千塊 大家 連總統都連下台 你想一桌電 現在台電在把那個 太陽能收購就是一桌 8.03 7.5、7.9 那這樣合理嗎 然後那天總統講說 德國的電一度是10塊錢 對不起我去查了 是12.6塊 德國現在 現在就12.6塊 將來到2020年之後 他們預計會到16塊 你的看法怎麼樣 再生能源的成本本來就比較高 除了他的穩定性有困難以外 另外他的成本就比較高 所以我們逐步提高再生能源的比例呢 這相對的我們的這個使用者 就要付出比較高的成本 我想這是一個 必須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認知 所以你們經濟部要好好的談 正面的資料要出來 以上 謝謝 感谢观看